时间ID 然后还有一个公钥 就是谁身份 然后CreateTime是一个时间车 然后再有一个Kind Kind它就是类型 类型的话咱们可以在这看 对这一个表格就会有类型 0代表Mint Data原信息 然后关联的NIP协议是1号和5号 这就是Kind的 然后4就是加密的这个好期 可以在这看 然后咱继续 然后还有这个Tags Tags你就可以做一些标签 比如说我只想筛选BTC相关的话题 只想筛选一题是相关的话题 然后Content就是你发的内容了 你发一个GM Good Morning GM 然后Thin就是你拿 他私要对这个消息的这个签名 防防止别人就是伪造你来发消息 这个是对你的这个消息的签名 就是你证明这个消息是你发的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里面 唯一标识符 这个ID就是唯一的 全是一个UUID 全网唯一的ID 然后继续看 然后这个签名 咱刚刚也说过了 签名就是 发布这个事件的人 用私要去签名 签名了名之后 其他人可以用公钥去验证 然后Tags就是相当于 我可以标记嘛 对标记某个事件的时候 可以去某个评论的时候 这会有一个 他Tags对应的这个东西 这个NIP10号 他就是跟那个Tags相关 大家可以看看 然后再讲这个终结器 Release Release它是这个NIGR的重要度 为什么它重要呢 没有终结器 你的客户端是工作不了的 因为你的终结器 它必须从客户端接收事件 然后从社会端接收事件 然后而且是终结器之间 是互相不通信的 就相当于游戏的服务器一样 你玩日服的跟玩韩服的 它俩是不通的 那账号数据日服的只在日服 韩服的只在韩 然后这是就出于NITR 这个终结器不互通信的 这个特点 如果你想你的数据 不被丢失的话 你就应该连接更多的终结器 相当于你的数据会在多个终结器之间备份 然后客户端 应该是要每应该 就是每次应该就是允许用户连接到 然后用户还可以选择 是否要连接到读写或者就是读写 只有其中一个的终结器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可以选择在某些地方 然后我只读内容 然后我我并不我并不发布内容 然后这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如果上山连接了终结器A 然后李四连接了终结器B 我们将无法看到对方的时间 看到对方的这个消息 虽然我们都用NYT 相当于你玩韩服 他玩日服 你俩永远不能对战 然后在这个地方 为了看到彼此的消息 你们必须最少有一个相同的共享终结器 就是说这就意味着 我想在事件中看到你 那么我们就要连接一个共同的东西 比如说大家都连A 或者大家都连B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对方了 就这样突然听起来 大家可能会感到困惑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设计 因为你可以托管一个 从为人共享的终结器 在那里发布所有的事件 与其他终结器一起 这样你的终结器只备费着这个事件 然后也许会有一个终结器谈论足球 但是我不想看到足球 所以说我就不想 我就不用把这个终结器添加到我后端 但是我仍然可以使用 使用技术足球 然后又有其他通用的终结器 就是说它也是可以其中的一部分 就这个给了用户很大的选择空间 我想用足球 就看足球 我就连足球的东西 我不想看足球 我就不连 我想看篮球 我连篮球的东西 然后我想看加密货币相关的资讯 我连加密货币的那个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NYG2是可以抗审查的 想象一下嘛 如果你在任何地方拥有创建这个服务器的能力 然后如果这个人 这个如果你连来张三提供的服务器 但张三现在开始作恶了 或者他把服务器关了 只要你同时备份了李四王二的服务器 那么你可以直接切到王二的 所以说无论他不能把你关起来吗 他如果把你关起来之后 你就可以立马换下一个中级器 可以换下一个中级器 所以说NYG2中这个里面 也是有这种设计的思想 因为因为中级器其实 需要一个特别低配置的智能机 甚至树莓派就可以运行中级器 因为有Rust写的特别新量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一会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来运行这一个中级器 5分钟就可以搭建属于自己的中级器 而且这个中级器 性能还会还不错 因为它是长连接Rust写的 然后而且是你审查了这个中级器的话 它不会影响另外一个中级器 现在看起来全球 现在说的100多个 其实已经不对了 现在全球已经有200多个中级器 已经有200多个中级器了 大家可以看上这都是中级器 然后我们可以用NYTR干什么 首先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数据共享 数据共享 然后这样可以把它作为人们 就是可以基于这个协议做很多事情 然后我们还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社交 对吧 就是推文推特的一个替代品 然后还可以作为Telegram的替代品 这都已经给了类似的东西 你看这个它用这个协议 这个就是可以作为聊天的 完全是可以聊天的 可以聊天的 然后还可以 就是您和就是你在NIP协议0到9之间 就可以用这些事件来做一个聊天的 然后这个其实第一个 如果把它当做推特的话 其实你用NIP第一个 看的一类型就可以了 还可以把它使用类似于 Reddit这种论坛 对你可以发布文章来进行投票 这就是一个去中英化的这个Reddit Reddit经常封号嘛 对去中英化的Reddit 看是不是有Reddit那味了 大家可以看看这些帖子 热帖 然后还可以做什么呢 NITR 还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线上的游戏平台 比如说你可以在里面想象棋 是的 你可以想象棋 然后还可以作为一个简介板的共享 Send的SDR 对这个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数据 然后同时共享起来 对 然后你看可以Send的接收 还有就接收和发送 对这是你可以连的relay relay的URL 然后你往哪个地方 往哪个地方给谁推 就是可以 因为它有个协议的话 底层你想做什么 它都可以做什么 是的 然后这块有一些不错的资料 然后再看具体它有哪些协议 这就是它的协议 所有的协议都在这儿了 然后Event 就是每个Event的一个类型 首先第一个就是基础的协议设计 对 就告诉大家必须得有这些资料 有这些资料 然后这块得有个签名 然后再继续看联系人列表 然后再看加密通信 然后还有window 还有这个URL schema 包括大家所弄的小蓝威 小紫威 就是用的这个 DNS验证你的网站 然后还有这个公开的chart 公开的chart 公开的chart hubchart 你可以给另外一个人 直接推送消息 看一下这个NIP与Clam的关系 首先咱换一个吧 这个Damas玩的人太多了 它会特别卡 这个其实就跟Damas的扣端是一样的 然后咱从终极器列表里面找一个 一共是299个了现在 之前100多 现在也299个 比如说就它吧 然后进来 然后先connect去 好 已经连上了 然后pilot 剩的 它会告诉你解析不了这个命令 因为没有这个命令 然后咱找一个能够解析的命令 IQ 比如说就找这个 然后剩的 好 现在你看 服务器在源源不断的给咱们推数据了 源源不断的 因为咱现在订阅了 它一直在推 数据是不是很多 这就是你每次在手机上 你刷能刷出来新的推文的原因就在这 然后怎么停一下 第一次可能是 先关掉 你看这个已经来了 然后我还可以把这个给Coffee走 把这个给Coffee走 然后我去另外一个服务器去发 这样就相当于是个广播嘛 验证一下这个接生对不对 接生是对的 然后Ctrl C 然后我再来到 比如说来换个服务器吧 大马斯 换个冷门点 大马斯玩人太多了 换这个德国的 脸上清空一下 已经脸上了 你看看那个消息多么 然后这个消息也挺多的 先去掉 然后删掉 然后现在模拟的就是大家 那个发帖的动作 比如说我刚才找了一个消息 这就是event嘛 event是哪个 然后模拟这个发帖的动作 转过来 send 已经发过去了 重新连一下 然后send 他已经过去了 没有解析到这个命令 event这个命令 没有解析 没有解析 他换一个 是不是他没有实现 是event 没毛病吗 client to relay 对啊 是这个没毛病 然后event这是他的 没毛病 换一个 copy 再试一次 如果如果不对 就说明啥吧 说明这个 教验没过 对 应该是这个notice的 这个notice的 这个他没有实现 对 这个这个教验没过 这就是发帖的这个模拟 就这样模拟的 然后咱继续可以订阅一下 然后消息就一直会来 这些字段 大家也都能看到 这就是你刷帖的 发帖的就是 掉这个 这个这个事情 是client to relay 掉event的这个事情 就是发帖 所以说那咱们第二个问题 也搞明白了 他俩了之间的关系 所以说 你就会类比为tp 可按照 掉到Nips的这个接口 但是其实它是web circuit 是sab订阅关系 就他订阅了这个replay replay实现了那个协议 就Nips实际 请特地也类比为 rpc协议吧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然后Nips与release 之间关系也是 release就是一个转发器 它中间不做任何处理 就就来直接转发数据的 然后来咱看看代码呗 首先啊 首先找个代码 这是另外一个 就是告诉你怎么来快速的用这个的 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个 Nips5是干这个用的 然后evens 对 evens是这些的 其实就是刚才 gethub那个Nips的协议的 重新整理了一个版本 外包版本的 是这样的 这个也是外包版本的 是这样的 什么是release 对 release是干啥的 一个后端服务 然后突突转发这个客户端发的信息的 还有这个release的一些实现 这个是 这是够版本的 然后看看node gs的 找个star多的 咱们学习 这252 那还看 先看gs的 它代码star多 说明用的人多 用的人多 相对的会稍微的完善一点 看enry的me 一个type scribe的实现的这个协议 然后看它实现哪些 124 5没实现 小紫微认证 搞不了了 28实现 可以聊天 然后常用的都有了 加密消息也实现 4个是有的 没实现 然后需要pg socker redis node type scribe的 socker就需要这个 socker mos需要这个 还挺完善的 写的还可以 这在贡献着 然后咱首先看 它有哪些依赖呗 支持的nips 它给列表 还挺好 然后这是脚本 让你把它脚本 db 然后cover unitest 然后还有 依赖 就是测试环境 那些依赖 其实是一些 gs的检查的 然后还有 这是正式环境的依赖 正环境依赖 应该有个 nip的包吗 没有 它就说明 它没有封装 正常应该是有个 nip的包了 然后大家继续看看 这个sockfail sockfail 接 rp rf 这个 这个 金箱版本 然后装了这个 nip 装进去了 然后看待会儿 对吧 首先看写sora 什么东西 src index.js 在如何文件 后面干了 什么事儿呢 判断 判断环境 是worker 还是这个 静态 mirror 然后它这里 应该会 也能够到 env 加载page 然后如果是worker的话 它到这个worker factory 到worker factory factory 直接看代码吧 那首先 这适配器 就是你用什么redis 还是web socket 然后还有一个app agp.ts 这就是起服务的时候的 调用的 然后catch就是缓存 contents应该是一些厂量 payment这块就是它设定的这些支付 controller是就是回调 然后再collectories 这就是它搞的那些工厂 但这个不重要 咱看的handle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是啥呢 default事件处理的策略 然后删除事件处理的策略 对这就是所有的具体协议的处理的 事件的策略 然后request 就是件框检查的这个handle 然后还有限流的这个中间键 然后event message的在这 所有的东西都在这 就这块是它真真真正的处理逻辑 然后这是它的service 这是支付的service 然后还有这个schema 这就是它 你看定义的结构体就来了 基础的这个定义的这些schema 然后有个 它最后给导出了吧 然后你看idschema idschema 然后这块还有一个eventschema 一个呢就事件类型的 怎么格式的 id pubkey create kend tags 然后这个content内容 对都有 你看它这个都有 然后sign的话 它直接封装了一个sign的这个bar 然后filter是过滤区 怎么来的 这个其实可以实现一些过滤了 然后还有atprequest 还有message 消息 消息的 包括这个service 还有这个tor tor这个是有换的干啥 add close tor tor是不是洋葱浏览器 确定了 它这个可能是一些封装吧 UTs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说总体它这个ds代码工程搞的还可以 还是ts强一行 建装性应该还是可以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喜欢研究gs的就可以看这个版本 然后你看tormisworktype 我看到worktype到底可以干啥 应该是环境变量可以传进来 对 这就是worker 它用了这个 这个叫啥 那个es的那个代码规范 所以说它就全部都导出去的 这个也是gs版的 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个 这个咱就不看了 差不多 你看这个很明白 websofi的server 然后这些东西写的很简单 websofi的server nrrelate 然后它这个实现哪些协议 1 5 还还正在施工中 然后这就是它的k3s 先讲的GS版本 大家可能用GS比较多 所以说看勾浪版本的话 这是rass版本的 先看勾浪版本跑来 这个是勾浪版本的 大家可以看看勾浪版本 这个小哥的开发者 它就是NYT2的协议的核心空间 你看NYT2 TOOS 这也是他搞的 你看TOOS为了开发 这个release是他写的 保存图 而且是一件DOT 都是他搞的 然后咱再看那个NYT2协议 你看 协议的最多贡献者也是 所以说基本这个就是他自己搞的 咱看那协议的最多贡献者 是不是也是 我不确定他不是发 是不是发起人 但是看起来他的贡献最多 是吧 不是发起人也是核心贡献者 你看这个SCI bug 他写了Rass的版本 他写了Rass的版本 那可好 那第一个贡献者 他写的是勾浪版本的 咱看勾浪版本的 NYT2终极器的框架 用于实现你自己的终极器 它是一个简单的参考 一个简单的实现 在basic 然后这个二丁制文件 你可以在这儿下载 咱就看basic 他说简单的 就看简单的 有个readme 一个简单的终极器实验 然后用post grade circle 然后这个是怎么安装 然后再来看一下 这个应该就好多了 mine mine 入口文件 入口文件很简单 定一个release的结构体 然后这块是它的配置文件 p server 配置文件 然后这是它的名字 存储用什么来存储 它这引入了它自己的一个包 然后然后再初始化 after save 你看从哪儿准备 首先实力化这个release的结构体 然后因为处理这个配置文件 然后这块pg circle 然后初始化的一个storage 然后这块start掉了start 掉了start 然后这个直接就跟进来了start 然后这个start 然后这块就直接是你看 拼那个从配置文件拿到了host 和端口 然后new server 直接就是一个 一个外包 socket server 就起来了 你看它在hide头里面 还要加这是个 没有用 直接用到原生的网络版 没有问题 直接你看 router 然后client 然后把这个叫啥 叫websocket 给起起来了 然后这是那个啥 这个是它的第一个 它是默认的路由 就是一个根路由 可以接收nit 2加jason 然后拿的是hide handleNIP1 就是这个 这个相当于你请求它 它就是NIP11嘛 如果你请求NIP11的话 它就给你返回这个 这个relay的信息 名字就刚才定义了 那个地儿 然后框架啊 publish key 然后演戏人啊 然后这个support的NIP software啊 然后version啊 这些都有了 这个就是当你 当你这个 请求这个 这个根目入的时候 然后希望的这个是它的时候 就可以拿到 可以拿到 可以拿到 拿到这个NIP11 那么其他的这个 一个协议在哪儿 在这儿 哎 看上去 嗯 嗯 posed 啊 r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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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ic basic intern story story 它做了个抽象 就是现在支持pg suffer 你要用mysuffer 你可以搞个mysuffer 对 然后其他逻辑在这个handles里面处理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 你看这个handle外部社会的 这个在哪儿要用的呢 在start 这就要用的 刚才能starter是哪里的 new start 是不是刚才就对上了已经 就是刚才取wssserver分进来的 然后handle这个东西呢 已经很明显了 首先存储用这个 然后这个 这个delight 还有query 然后取 然后connect 然后拿到这个连接 连接之后 相当于拿到了这个FD FD 然后time trigger 就是循环 然后就是NIP42 对 42 然后这块开始起协程 起协程 然后tricker如果stop了 然后释放这些资源 NIP42 这个就是全线交验 对 这块是个全线交验 咱们刚才所说的那个 私有的服务器 就可以在这块来交验 对 全线交验 然后还有这个 event 如果 如果事件类型是event 就是你发消息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就到这个逻辑 到这个case 到这个case了 然后它会 相当于 FDL 序列化一下 然后hashi是他 然后他event ID 是他 是他 然后到这了 然后如果kinder等于5 kinder等于5 就到了这个删除的消息 删除交易 其实它就是 去那里面删一下 而IQ代表是订阅 对 IQ代表订阅 订阅干啥呢 把你给 给那个放进去了 这个是代表没有权限 就是42 就是你需要有权限的情况下 然后 然后这个是NIP 然后这块是close Auth 所以说 咱们刚才呼应的 刚才一进来 开篇提到的 付费的怎么实现 那就在Auth 那就是 过滤怎么实现 过滤在event的这种实现 对吧 你可以在release里面过滤吗 release里面 你这里完全可以加过滤了 可以加过滤的逻辑 编辑不了 这就可以加过滤逻辑了 一个新的事件就可以过滤了 就是你可以过滤 你不想要的东西 比如说你就过滤 BTC相关的内容 就可以在这过滤 对 然后 然后私有的这个release 怎么实现 私有的也是在连的时候 你就直接给他 给他加个全线交验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是个白名单机制 那只有别人 别人连了 你才能那个啥 你才能给他连上 然后还有付费也是可以在这交易 付费也是可以 你在这 比如说你付货费了 你给他加到一个表里面存起来 然后来的时候判断用户在不在表里面 如果不在就给他拒绝 就这块就可以交验了 高级的query 这就是他整个handle逻辑 然后这他定义了所有的接口 interface 微类的这个东西 author 然后injector information 包括 oncentedown 日誌 这都是监听 notice 就是这么简单 没啥东西 然后白名单 这个可以 白名单 一个基础的实现 用replay 然后就是个白名单逻辑 看白名单在干啥 进来了之后 然后到这 然后accept event 然后判断 这就刚才说的 就是相当于搞个私有服务器的逻辑 你就判断公开的公钥在不在列表里面 不在就给他干掉 就当accept event 就是刚才我说 就是捕获的事件在循环里面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然后再看这个 这个是一个 也是一个它的一个实现用力 这是闪电网络支付的那个地方 这个也很简单 你看这块unit的时候 然后answer layer before那个safe 这块它就会有一个叫闪电网络的这个function 然后这部有一个check这个东西 这个是不是支付ok了 这就是你想做一个付费服就可以在这 在这个接收事件的时候 检查他是不是付钱了 对吧 点进去 然后如果你掉你的闪电网络的这个服务 然后发现他没付钱 就给他return force 然后如果付钱了 就让他进来 就付费服务也能做了 这是个例子 然后白名单服务 就是私有服务也能做了 就这几个都已经解决了 然后过滤的也说了 在event里也能过滤 然后再看这个rss这个bridge 这是干啥的 看一眼啊 rssbridge rssbridge 他写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设例桥 一个实践一个这个东西 他只是解析这个rss的订阅 解析rss的订阅 这块填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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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fader流 然后看一下看代码呗 然后这是个啥呀 进来之后 insular is create rssbridge 然后他是他 然后open db到这儿了 到这儿他这里会有一些特殊的逻辑处理 然后fader fader的话相当于是你这个地方 如果是一个过滤的类型 然后然后进来之后达到publish 然后通过ready db get到了 get到了之后 然后来来这个过滤 然后hierpress hierpress url join 然后handles handles这块就是他的一个逻辑了 handle web page 刚才那个boding 刚才那个rssbridge就这儿来了 然后fader就是他那个订阅了 get a feed url rsp continent type atml还是啥 然后解析这个fader 可以解析的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块还能实现一个rss的bridge 虚拟的nostar perfuls for eachrs的订阅 可以实现一个虚拟的nostar 个人页 然后给每个订阅者 行 那咱们这块已经说完了 看最后一块 最后一块就是这是我以前画的一个脑图吧 也比较简单 就目前去融化存储的三个方案 IPPS只有中心化的网络没有链 它就优点的这些缺点的这些 fader phone是链下存储链上证明 优点是有存储基地实际很好 缺点冷击数据严重 fader phone更向于诸期 IPPS相当于是免费的免费的存 但是数据丢了别人不保证 有可能它的节点就关机了 因为人家没拿钱 他也没有给你保存的义务 然后fader phone就相当于诸期值 跟aws的s3是类似的 比如说我有实体的数据存一年 存一个月是多少钱 存一个月多少钱 存一年多少钱 然后bt 最近看Felco的那个消息说 数据是多少亿币 然后占全网数据的百分之一 里面肯定很多垃圾数据 有很多矿工为了挣钱 肯定是灌那些垃圾数据 没人用的账户 然后链上存储的话 就是ETH和BTC 就是你在ETH和SlowDT的智能合约里 用个MAP来存TV 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充本太高了 然后RU的特点就是链上存储 TS存数据 保存数据持久和检手速度 然后通过共识来激励全网节点 存储更多的TS 然后还有就是通过一些方案来缓解TS 同步问题 它其实也有TS也有交易 然后TS交易了 但是它也有数据 数据是分片的 这几个共识的演变方法 共识的演变方法 RU的特点是永存 只需要花费一次盖子 就是永远存到这个 这个矿工节点上 还不不不像IPFS是猪妻子 你存一年掏一年前 存两年掏一年两年前 然后哪个更深合NITR呢 我觉得如果大家想玩 想玩这个自由版本的 就是没有限制版本 当然是IPFS更适合 IPFS现在怎么说呢 虽然RV5现在发展的还不错 但依然是IPFS 是目前用的人最多的 对是目前用的人最多的 IPFS目前用最多 而且这个也是客户端 也非常丰富 你完全可以用到 Google浪的IPFS客户端 把数据post到IPFS上 对吧 然后非用客户 也是IPFS的加了个基地层 大家也可以试试 然后RV5的话 当然也是推荐的 但这个需要花费一些盖茨费 把数据存上去 对也是要花费 也是要花一些钱的 然后说到这个去容音化存储 哪一个更适合RV5 我个人觉得的话 如果你想数据永存RV5 更适合 如果你想全网 大家无门槛使用 就用IPFS IPFS现在用不来挺多的 然后去容音化存储 帮RV5做什么 可以做到真正的去容音化 就是他现在 现在relate的服务 是去容音化的 但relate的数据 是依赖多个备份荣余的 比如说你现在连了三个relate 但是你就是点子备 三个relate同时都挂了硬盘全炸 那你的数据就真的没了 因为它的relate 现在是很多relate的节点代码 根本就不恢复的 就是一个管道 你可以理解为 这边Pub了 然后它推送给其他订阅的人 其他Sub的人 然后如果把数据存到IPFS 或者RV5 IPFS的话 那你数据就可以通过IPFS 再把数据给恢复回来 但IPFS的话 也有可能数据会丢 时间就没有激励 或者是你没有付费 你付费可以用 Colode Fire几点或者是Pinata几点 然后你不付费 可能就会丢 然后RV5的话 只要掏一次钱 就可以用存 有存错都是算算 可以存170多年 170多年 约都能用存 因为没有人 能活到170岁 能活到150岁都够呛 然后所以说 屈容音化存储 可以帮助 NoITR做到了服务的屈容音化 和数据的屈容音化 和数据的永久保存 这样才能为做到一个真正的 一个真正的屈容音化的应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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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